常言到 人生的過程 潰潰起來 無非就是生老病死 四個字 大家不僅怕自己老 和死亡 亦都怕親人朋友的老 和死亡 因為這樣意味著分別 意味著天人名隔 尤其是患晚期疾病的長者 和病人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在2016年捐助推行 賽馬會安寧眾計劃 在2022年至2025年 推行第三期 再撥款2.6億港元 在社區及安老院社 推行安寧服務 為晚期病患者 提供具有質素的安寧照顧 讓他們安享晚年 香港人口老化 患有晚期病患的長者人數 不斷攀升 社會對安寧照顧服務的需求 也都是愈來俱真 越來越多的晚期病人 其實他們比較希望 是一個熟悉的環境 和至親好友 到生命最後的時光 而不是在一個很冰冷的病房裡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我們在2016年開始 就主導展開了 蔡馬會安寧眾這個計劃 在第一和第二期 合共六年之間 就為晚期病人提供 以人為本 設合身心社靈 需要的全方位支援 讓他們可以有尊嚴 和有選擇 去過人生最後的這段路 和至親道謝 道愛 道歉 和道別 不留遺憾 這個計劃也希望提升整個社區 對晚期照顧的能力 加強市民 包括義工 對安寧照顧的意識 令到更多有心的人 可以投身 安寧服務 讓長者可以安享晚年 鼓勵晚期病人及組 和家人做一個溝通 亦做一個準備 在這個嚴峻的疫情面前 我們除了看到大眾對於生死 這個課題的關注度上升之外 亦都看到 其實社會對於在社區安寧照顧 那個需求 比以往都來得大 大家明白 每一個人都會死 所以這個服務 是會受及每一個人的 今天我們會跟大家講的 就是為萬期病人照顧的工作 可能有些業界朋友 都未必知道 什麼叫安寧照顧 其實安寧照顧 是主要為一些 有不能逆轉病人 去提供服務 但不單只是身體上的照顧 他心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 我們都會提供 但我們最重要 都是看回心靈上的需要 因為你都明白 一個人面對死亡 一定有很多挑戰 但是死亡並不是一切的終點 在凝聚和扶持入面 愛仍能成長絕壯 賽馬會安寧眾計劃 受惠者Alan分享 多謝團隊對媽媽的晚期照顧 以及對家屬的支援 讓媽媽減輕痛苦 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其實我媽媽在疫情期間 兩次就進了公立醫院 每次出院都會送了一些東西給我媽媽 我指的是肉瘡和腳趾的壞死 所以我其實很擔心 我們什麼時候會第三次送媽媽入醫院呢 當然我明白我媽媽是年紀大了 96歲 她就會好像下樓梯級一樣 一路情況只有差 不會上樓梯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是時候 要去計劃好究竟 我媽媽將來的照顧計劃是怎樣 我弟弟因為出生和媽媽一起住 她對媽媽的感情一定是最濃厚的 她知道媽媽會越來越差 但是當我們跟她說到媽媽的狀況將會更差 她就很逃避 很難過誤想說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這些姐姐哥哥都很擔心 如果媽媽有一天她真的就離開 她會有很大的衝擊 除了照顧計劃之外 媽媽原本是有兩個人可以扶著她走 但好奇因為身體越來越差 所以就是臥床 變了在跟她的清潔方面 只可以抹身 這個時期不是說幾個月 過了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們很希望在傷口的護理 她的止痛方面 還有在媽媽身體清潔方面 可以有些專業人士去支援我們 還有給我們一些意見 她疫情沒那麼嚴重的時候 她就拿起一些很重的儀器工具 來我家裡和媽媽去清潔身體 所以我們覺得很安慰 也就是 就算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斷過聯絡的 我大概兩個多星期 媽媽就離開了 不過很感恩的就是 在媽媽住口的15分鐘 我和弟弟趕到醫院那裡陪她 用視像 聯絡到其他兄弟姊妹 在媽媽來說 大家也可以和她道別 她不會很孤獨地走 這個很感恩的 另外就是 如果沒有這個 在社區裡那麼龐大的支援 我想我們媽媽都不會說 可以繼續留在家裡 直至到她離開這個世界 兩三個星期 這個我們很值得感恩 還有我們覺得 昨晚活安寧眾 這個團隊 是我媽媽 和我們家人的天使 我都相信 媽媽現在在天閣裡 和我爸爸重聚 是希望日後 有末期病患的家庭 他們可以得到好的服務 令到這段時間 辛苦的地方 是可以儘量減低一些